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7月16日到访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参访设在协会内的台胞台企服务站 并与在厦门工作生活的台商交流座谈 洪秀柱一行从浙江乘飞机抵达福建厦门 沿途的防疫措施让他印象深刻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洪秀柱直言非常佩服大陆的防疫措施 一个多星期前 结束隔离后 洪秀柱在浙江接种了第一剂北京科兴疫苗 来到厦门已过去八天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 已年过七旬的洪秀柱笑称 中气十足 身体并无任何不适感 7月8号接种了疫苗 到现在你们看我怎么样 中气十足 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不适 任何的不良的反应 或任何连副作用都没有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奥妙 还是我们体质比较不一样 所以都很平顺 所以很多朋友关心 我也借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 非常好 万事OK 洪秀柱此前是要到杭州 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提到从台湾刚到大陆时的防疫措施 洪秀柱仍记忆犹新 他表示 大陆的防疫措施 不只是针对人的核酸检测 还有环境的检测 特别是在入住隔离酒店时 洪秀柱做了七次核酸检测 他表示 大陆的各项防疫措施 几乎是滴水不漏 这次来大陆 我第一个让我就非常非常的震惊的一件事情 讲震惊的一件事情 有点真的是让我觉得很佩服 就是大陆的防疫措施 从下机场的核酸检测 是双检测 就是鼻腔啊 咽喉都要检测 等到入住隔离的地方的时候 三不五时再来检测 不但如此 还到房间来就门把啦 水龙头啦 这个这个床头柜啦 等等 都做检测 就叫环境检测 所以可以说 这防疫工作做是几乎是滴水不漏 相信之下 台湾的防疫情况令洪秀柱担忧 他提出在大陆疫情刚爆发时 台湾如果能够递出橄榄枝 大陆朋友会感同身受 一直到台湾疫情爆发 大陆释出善意想要协助 又被认为是别有用心 病毒是两岸共同的敌人 洪秀柱呼吁 两岸同胞应换位思考 联手防疫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是不是能够增进互相的了解 才能够 我刚才特别提到 才能够减少障碍 才能够扩大交流 才能够促进合作 想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